车内的视角分三种 分别是第一人称视角 车内主视角 就像我现在这样在讲话 另外还有第三人称视角 先说说第一种 拍摄第一人称视角 很多人以为是不是买一个行车记录就够了 但凡你对画质有点需求 那种设备就满足不了你 你最次也要买一个运动相机 比如说GoPro啊 Insta360啊 或者说像这种 大家的Action都可以 配件方面你可以买一个 这种背胶的磁器体做 放在你仪表台上方就可以了 拍摄的时候 把它往上一放 就可以拍了 如果你要自拍呢 就把它拿下来 倒过来放就可以自拍了 这个小配件呢 别看它小还是挺贵的 原厂的要三百多块钱 副厂的优兰子的只要五十块钱 一样可以用 我自己是更推荐Action R的 因为刚才大家看到了 它的正反视角切换是非常方便的 得益于它的磁器系统 然后你还可以把它拿下来 然后粘在自己的前胸上 这样就可以无缝衔接为 步行的第一人生视角了 车内的主视角 刚才我已经说过了 这是一种解决方案 但是运动相机拍人是不好看的 我个人是更习惯用微单来拍人的 所以你可以在侧面的车窗 用吸盘吸一个小型的相机 比如说索尼的ZV1啊 佳能的GTS Mark III啊 或者像我一样 用更小众一点的 Oligbus EM5都可以 这里要花重点了 吸盘一定要挑一个靠谱一点的 如果吸盘不靠谱 你会有设备损毁的风险 我这里只能推荐 我自己用过的吸盘 是小损的车载吸盘 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让我失望过 拍摄第三人生视角 最常规的方法 就是有一辆车在后面跟拍 但是并不是谁都具备这个条件的 如果你像我一样 是一个人出去拍Vlog的话 那么你唯一能用的方法 就是用无人机跟拍 大家用mini 3 LR、A2S都有这个功能 只要你在屏幕里画一个框 把你的车框进去 然后点跟随 Go 然后开始拍摄 就可以了